你有過這個經驗嗎? 人物活過超過三個月了 好不容易獲得麻木的能力 終於不會因為遇到大量殭屍而感到慌張了 戰鬥起來也很穩定 結果一個不注意再被咬傷 咬傷? 中施毒? 有什麼方法能減少受傷的機率呢? 今天就要來說明裁縫這個技能 我把這個技能練起來 你就可以穿上一身盔甲 保護你自己不會受傷了 用裁縫玩家就能將碎布或是丹寧條、皮革條 縫在你穿的衣服上面增加防禦力 你看!噔噔!我被薑汁咬都沒有受傷 現在就來說明增強防禦力的方式 準備針跟縫線還有布料 對著服裝右鍵選擇檢查 對著隨意的部位右鍵選擇添加填充物 就能在該部位縫上補丁囉 防禦的強度會因為使用的布料材質 跟裁縫等級而影響成果了 這邊有表格 可以看到使用皮革條縫紋時 給服裝增加的防禦力最高 所以能的話就多收集一些皮革條來增加防禦吧 初級鍛鍊裁縫等級的方法很簡單 對著衣服右鍵選擇絲層碎布 用這撕破衣服的方式來機率收集到縫線 每次撕到縫線的時候 都能得到少量的裁縫經驗值喔 裁縫等級較低時會比較不容易撕到縫線 等級越高越容易拆出縫線喔 你就會發現 欸? 怎麼有些服裝無法直接撕破啊? 像是皮衣或是牛仔褲這類的 你需要擁有剪刀才能撕破這類衣服 這剪刀可以在殭屍身上發現 或是在廁所櫥櫃裡面的針線盒裡面找到 撕破皮衣可以獲得皮革條 撕破牛仔褲能得到丹寧條 若你看到這種打叉的衣服 會發現 欸?怎麼沒辦法撕破 好不容易得到皮衣、材質的服裝 這都是很重要的物資啊 怎麼會不能撕破咧? 先前卡帶有跟沃雷卡學到一個小秘技 只要對著這種服裝右鍵選擇檢查 在破洞的部位點擊滑鼠右鍵 選擇使用碎布修補破洞 這個時候對著它點擊滑鼠右鍵 就能撕破衣服獲得布料囉 以後看到有擦擦的衣服都可以這樣子處理了 等到你們收集到足夠的縫線跟碎布 就可以開始鍛鍊裁縫等級囉 鍛鍊方法很簡單 再對著有破洞的服裝部位 滑鼠右鍵 選擇修補破洞 將布料縫上去之後 再對著該部位點擊右鍵 選擇拆除補丁 拆除跟縫補填充物 都能獲得經驗值喔 除了修補破洞之外 在衣服上面縫上填充物 跟拆除填充物 也都能獲得經驗值喔 裁縫鍛鍊經驗值 計算的方式有一些隨機 修補衣服的破洞跟縫上填充物 都能獲得0.25點的經驗值 但是偶爾會跳出0.5點的經驗值 在我們拆除已經縫上的補丁時 能夠得到0.25點的經驗值 但若在拆除時有回收材料 就會得到1點的經驗值喔 在玩家裁縫等級0級時 有10%的機率能夠回收材料 每提升一級裁縫等級後 會增加5%成功回收材料的機率 這邊有做一個表格給大家看 這個意思就是裁縫等級越高 就以越高的機率成功回收材料 獲取更多的裁縫經驗值喔 附帶提以前鍛鍊裁縫的時候 大家都會把衣服弄破 那個時候縫補破洞的經驗值比較高 但是現在縫破洞跟縫填充物 得到的經驗值都是一樣的 終於不用在那邊弄破洞了 這個不知道是官方什麼時候悄悄的改的 再來是縫洞吸石 我們有個方便的功能 是一次縫上所有的部位 這樣就不用一個一個在那邊暗暗縫縫的了 所以衣服本身的部位越多 就會越容易鍛鍊裁縫等級喔 像是殭屍身上常看見的皮夾克 跟民宅低距離出現的衛生衣 還有軍事基地會低距離在綠色的箱子裡面出現的軍用大衣 最近我最喜歡 好好看喔 這身種衣服都是部位比較多的服裝 也是比較適合用裁縫強化的防禦服 畢竟部位這麼多 強化起來穿上來就可以防禦好幾個部位了 在你戰鬥的時候是不是常常發現 欸?殭屍的衣服怎麼有破洞啊? 其實這個大部分都是跟我們玩家用的武器有關係 我們用叫尖銳的武器 像是刀子、長矛、尖制棒球棍 任何尖銳感覺的武器 用來打殭屍都會幾率把殭屍身上的衣服刺破喔 若你希望盡量能拿到完好無缺的服裝 就可以使用像是普通的棒球棍、平底鍋喔 這位平滑表面的武器來戰鬥 你看!我用棒球棍打倒的殭屍 衣服都是完好無缺的 還有若你想要增加鍛鍊裁縫的效率 可以閱讀裁縫技能書 技能書是有等級限制的 你可以看上面有說明 說這個書籍適合哪一個等級的玩家使用 我們閱讀相應等級的書籍之後 在鍛鍊技能時能獲得經驗加倍 再來是創角時 如果你選擇正面特質裁縫 就能讓人物在鍛鍊裁縫時 增加75%的經驗獎勵喔 如果你幸運的在房子裡面發現了 娜妮奶奶跟裁縫101的家庭錄影帶 恭喜你獲得輕鬆獲得裁縫經驗值的機會了 這兩部錄影帶觀看後 就能獲得75點的裁縫經驗值 但是錄影帶只有第一次看的時候會有經驗值喔 是說家庭錄影帶真的都蠻不好找的 還有奶奶的聲音怎麼是個男人 講到上面的破洞衣服 衣服破洞之後防禦力會下降 保暖的功能也會失效 我們內建衣服實際的功能 就不是上面數值看到的那樣了 那這樣要怎麼辦咧? 你可以將補丁縫上去 暫時補救這個狀況 就是縫破洞啦 可惜在縫補破洞之後 就不能縫填充物增加衣服的防禦力了 但在玩家裁縫等級到8等後 就能用跟服裝相同的布料 來完全修復衣服的破洞 這樣就能縫填充物囉 但是某些特定的服裝 目前的遊戲版本 是無法維修也不能縫上填充物的 像是防彈衣跟消防服 不知道未來42版本也沒有辦法 但現在這個版本是不行的 好啦 上面就是鍛鍊裁縫的方式了 最後我要說一件事情 我們在穿著縫上皮革條的防護衣時 如果被殭屍搖了 殭屍會咬掉我們縫在上面的皮革條 嚴重一點的話衣服會被咬破 對 這是會耗損的 如果皮革條被咬掉了 衣服也破了 我們又被殭屍攻擊 還是會受傷喔 所以在劫難餘生之後 記得檢查一下自己的衣服 把該補的破洞補一補 被咬掉的皮革條縫回去 這樣才能保持安全喔 好啦 上面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可以在底下點個喜歡給我力量 也可以關注我的好朋友 握擂卡的頻道 他也有在直播殭屍毀工程喔 好啦 我是卡達 大家下次再見啦 掰掰 馬達捏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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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